请 请 进去 怎么才回来啊 我刚刚去了医院 医院说你们已经走了 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 我没什么事就走了 正好去监职那儿 跟人家交代一下 所以才回来 那你现在没事了吗 没事了 那就好 燕朗 乖 先回房间 自己做功课 我有话跟你妈妈说 乖 你病刚好 别站着 来 坐 来 带着签了吧 借条 我没别的意思啊 等你以后找到了工作 这些钱还是还给我的 我 我不行 我 我不行 你没得选择 你现在没有工作 那你想让我一个人 自己负担家用啊 别想了 赶紧签吧 快 快 我是会还你的 那当然了 爸 那些钱我已经打到你账号上了 你记得自己查一查吧 我刚刚还煮了一些热鸡汤 趁热喝一点吧 谢谢 林桥 你说我们是个好兄弟啊 这样还用问吗 是好兄弟 你总使唤我 让我干这干那的 玩了一分钱都不给我 我是做律师的 不是干慈善事业的 拿着 张文 你说这份合同 没问题吧 这是我起草的 你不能侮辱我呢 你朋友 你朋友 林桥 你有没有觉得你做事太过分了呀 张文 你明天陪我去签这份合同好不好 我有事你自己去 好 我算了一下 这么多年 我一共欠你八十五万的律师费 如果你要陪我去的话呢 那整个费用我是可以考虑提前给的 你还真算过啊 那当然 谁让我们是好兄弟呢 好兄弟 什么给钱 来来来 可是按我现在的经济状况 我只能按五十年的周期给你 怎么样 五十年 我说只能五十年 你二十八 好兄弟 干嘛呢 别在我床上闹了 快下来 还能弄 你这心里别扭 拿我发什么气 别愁眉苦脸的啦 这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秦莫主动要求负责这个价 多么好 什么呀 我 那钱我是跟她借的 我写了欠条的 我肯定会还给她的 她要不让你打欠条 你肯收她的钱 送送 送送 要我说啊 这个人还真不错 用心良苦啊 她知道你这小倔脾气 肯定不会轻易地收她的钱 她现在既保全了你的颜面 又帮了你 要我是你呀 我就从那她 月月 好了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喜欢林乔 我会把你的 要说这个林乔呀 这真是不容易 你说为了你吧 揣得苏琪 又跟老爸决裂了 从阔少爷呢 变成了穷小子 你说你们两个 一起经历了大爆炸 差点没死一块 还在外面过了一夜 这多大的缘分啊 你们两个要不在一起的话 便利难容啊 我现在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林乔 我 因为秦莫 不是 那因为苏琪 你不会不喜欢她了吧 一直以来 我都已经习惯了默默的一个人喜欢她 可她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跟你说她喜欢你 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有点害怕 你说我到底怎么了 我送你一次 怎么样 见 你别蹦了 你才见呢 别蹦了 下来吧你 你烦不烦啊 不错 不错 什么不错啊 真的不错 小莫莫 你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天生的模特胚子 我诚心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 做我们公司的御用模特好吗 你有一个周月月 你还不嫌烦呢 那周月月 我要不是看她跟我算是发小 我早把她给甩了 但是我看现在的问题是 人家不想要你 出什么事了 她是交别的男朋友吗 你告诉我 人家跟她没完 不是 真的 真的 我怎么还要 吓死我 吓死我 好了 好了 别输我了 说你和严颂吧 最近发生那么多事 我想给她一点空间 你给她空间 明桥会趁虚而入的好吗 再说 你在明桥面前也没什么优势 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啊 我也不像她那么有钱 拜托大哥 不是钱的事 是 宋总一直就喜欢了明桥啊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 我跟严颂的感情真的很好的 拜托 那是你的记忆里好吗 我问你啊 你会不会也觉得 严颂跟着林桥会更幸福 你是要打算放弃吗 有时候你喜欢一个人 也不一定要拥有她 也不一定要拥有她 而是要让她更幸福嘛 小嬷嬷 你好宽广的胸襟啊 不过我想得很清楚了 不管她是不是我脑海里 那个严颂 我还是会以如既往地喜欢她 好样的 这才像你 好 那 现在知道煎蛋怎么做了吧 嗯 知道了 那我什么时候才用做鱼我妈妈吃呢 你呀 你现在还小 小朋友煮东西很危险的 等你长大一点 吃东西 对了 我让你背的那些电话号码 都背好了吗 背好了 那个简单 火警电话119 急救电话120 遇到困难打110 你和我妈妈的电话 我更背得拱瓜烂熟啊 为什么要背这些电话号码啊 齐墨叔叔教我的 齐墨叔叔说 还要带我去自然博物馆 还有科技馆 还有城市建设馆 齐墨叔叔说 我们这种年龄 要多学点生活常识 比四读书有用得多了 谢谢你啊 来 吃东西 你也吃 赶紧吃东西 来 齐墨 我 我喜欢的人不是你 我喜欢的是林乔 其实 妈 我们可以走了 好 走 来 收拾好了吗 我们一起走吧 宠物店已经关门了 你忘了 我真的忘了 叶朗 去妈妈房间 帮我把昨天配的药拿回来 嗯 好 去 我有话想跟你说 说 我 没事 有什么想说的 就说吧 那 我 我想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 请我吃饭 好啊 怎么突然间想请我吃饭 因为你每天给我们做饭 我 我一直想好好谢谢你 可是我又不太会做 所以就 干脆出去吃饭 妈 妈 我没找到你的药啊 别找了 一会妈妈自己找啊 赶紧走吧 一会儿迟到了 那 地方你来订 好 我订好了 告诉你 行 走吧 来 妈 那我们走了啊 走了 你可真可以 这件事只有你干得出来 要跟人家说清楚 最后变成了请人家吃饭 真可以 行不行啊 你都削了多少时间了 那你跟我说吧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说清楚呀 就算我不跟林乔在一起 我也得跟秦莫说清楚 你舍得吗 什么舍得舍不得的 我跟他也没什么 真的 月月 别跟我开开笑了 你看看我现在工作没了 还把人借了钱 还不够惨 你还惨 你有灵桥啊 你再说我真生气了 总裁 照顾有事 哦 坐吧 哦 秦莫啊 总裁今天来 主要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关于你出国的问题 出国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人才 你的表现 我们大伙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我觉得 以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胜任一个 分公司经理的位置 所以公司有这样的决定 是经过再三考虑的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 而且考虑到你出国的原因 公司愿意负担你家人的所有费用 这样呢 你在国外也可以安心地工作 那我想问一下我要去多久啊 三年 三年 你会不会觉得 严颂跟着林巧会更幸福 你需要打算放弃吗 有时候你喜欢一个人 也不一定要拥有的 而是要让他更幸福 秦莫 秦莫 不好意思 秦莫 我见过严颂 她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孩 我相信 她一定会支持你的 你的决定是 首先我很感谢公司 给我这个机会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考虑一下 我还有些私人的事 需要好好处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这是总裁看得起你啊 你回去好好跟演颂商量一下 这段时间一定要考虑清楚 我希望你的事业 能够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我等你答复 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哎呀 你不上班吗 你管得着吗 说啊 你来干什么 没干什么 我去过来看看 宋总人呢 他出去买东西去了 还说 你到底来干什么 也没什么 我约秦莫一起出去谈点事 秦莫说跟宋总有约 我那想过来问问宋总 要没什么事的话 叫秦莫跟我一起去 我正好可以介绍几个客户给他 不行 宋总今天要办大事 不许你瞎搅和 什么大事啊 这不能告诉你 你就是不知道吧 我怎么不知道啊 宋总什么事都告诉我 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人家凭什么告诉你啊 周月月 你也就只有在我这儿沉迷啊 不上去不上 没什么丢人的 我知道 宋总要和秦莫他 他什么弹啊 他们没在一起啊 反正 反正他会跟秦莫说 他喜欢的什么地方 我不相信 你们俩怎么了 林乔 干嘛 我跟你说啊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可以不去的 我干嘛要后悔 我说你小子做事 是不是永远不及后果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会引起世界大战的 苏琪连你家都已经端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 我现在还会估计他的想法吗 哎呀 哎呀 你们俩跟着我干嘛呀 我请秦莫吃饭 都两个请不起啊 我就是想跟着你 那你呢 我说了 今天他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们俩也不能逼着我请客吧 我跟秦莫还有事要说呢 放心吧 今天不用你请客 为什么 这个周悦悦 打给你瞧瞧来了 过一会儿 给你瞧跟咱们一起吃饭 怎么啊 怎么另一条不能来啊 既然秦莫来了 石小姐也来了 随心大家一起吧 大早也一块吃完多好 你们俩也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没有 没有 你们俩还是不是我朋友啊 是 是才怪 来 张律师 钱已经到赞了 谢谢你 您客气 那咱们的事就才完成了 然后过两天办手艺 我再通知你 好吧 好的 谢谢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好的 客气好 谢谢你 行了 合同有签了 眼眼花了 林大少爷 这下该满意了吧 那 还行吧 我 现在干嘛啊 我跟你说 我可是你的伪托人要行的 你要是把我得罪了 那你的律师费可以放开 我说林乔 你死之前 怎么把我欠我的钱也还上去 那就要看 当了谁活的时间长年 这个你放心 我每天吃灾念活的 好人好事一直坐着 感觉会长年百岁 我还有件事 说吧 反正你家都不扯了 三天之内 把人给我赶上去 你说什么 你早就没病吗 你才有病 我问你 现在这个房子 是不是我的 是啊 对啊 是我的 我是不是有权 把那些不想见的人赶上去 有 就是赵燃啊 你们俩确定要跟我一块吃这顿饭吗 有人请客为什么不去 什么我参加 为什么我不能参加 你们吃吧 我不吃了 不行 走 我怎么现在到哪儿都能冲到你啊 我们又不是仇人 没有必要针锋相对 一会儿还没有资格做我的仇人吧 我们没有必要 让严肃为难嘛 是吧 你放心 这场游戏很快就会均速 我和宋总一起祝福你 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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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了 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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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桥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个局面你可千万别给我丢脸 一定要把宋子抢到手 知道吗 你最近是不是又跟施耀杰在闹别扭了 没有 真的 我不是在跟她闹别扭 我是在跟她决裂 绝丽 就是如果你追不到严颜颂 我就跟她一拍两散了 黄夕 我林桥什么时候输过 你别跑来跑去啦 累不累啊 这么棘手的事情 人家都快急死了 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 有什么好棘手的 不就是吃个饭吗 睦睦 你的心情我多宽过啊 能装多少事啊 为什么我们看见那么担忧的事 你就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你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啊 总是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的 绝对不要输给周月月那个人 那我想问你一下 你担心了到底是我跟严颂的事 还是你跟周月月的事啊 我就是想给周月月一个教训 什么教训啊 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你不是好惹的 这样可以了吧 现在唯一能让我放弃言颂的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他可以得到幸福 如果那么轻易让林桥追到了言颂 他肯定不会珍惜她 所以至少现在我是不会放弃的 莫莫 你好闷哪 我们好久没坐在一起吃饭了是吧 没有啊 天天爸在家吃饭了吗 是吗 你们最近工作怎么样 你们最近工作怎么样 天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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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要干嘛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啊 什么事都没有啊 天后的 天后的 走 还是没有消息 是 张总 我建议您这次董事会先不要发难 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让欧阳腾先掌握拘役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找到陈总的后人 所有的问题一定会迎人而解的 但是时间拖得越久 欧阳腾对公司的控制力就越强 而且 他可以通过转移业务来掏空距离 所以啊 我们必须想在欧阳腾布局完之前 有所动作 你确定那个老家伙不知道秦莫的事 我一直找人盯着呢 现在他没有任何进展 所以这次董事会 您可以视力不管了 今天之后 我们可以暂时安生一段时间 不过 还是要尽快把秦莫送走 好 总裁 我们开会了 好 最后 小师傅 你为什么不给我妈妈夹菜呢 妈妈的盘子都已经堆满了 我还怎么夹 来 我给你加 多吃点 吃吧 谢谢陈叔叔 我看你们也没什么胃口 还是买单吧 我决定了 我也决定了 决定什么 我决定 如果严宋不和林乔在一起 我就不和施养杰在一起了 我也决定了 如果默默不跟宋在一起 我就不和周岳也在一起 我明白了 不论我妈妈跟谁在一起 周岳同学和石小杰叔叔 都不会在一起了 所以今天就是你们两个的 分手换了 那今天就这样 散会 董事长 祝贺 应该的 希望你支持 董事长 谢谢 你的目的达到了 终于可以掌管巨翼了 还做这些场面事干什么 算了吧 我怕我手中的晦气 挡了你的财路 请留步 张总 我能理解你对我的不信任 你也是为了公司好吗 但是现在公司大部分的股东 把我推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让我来掌管巨翼 我心里很清楚我的责任是什么 当然了 我也非常希望您能够支持我 人都走了 没必要在我面前说这些假惺惺的话 张总 您可都没听懂我什么意思 说简单点呢 现在在这儿 我是老板 周月 石小杰 你们俩再瞎掌握我的事 就跟你俩绝交 松松 你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为了我的事翻脸 你让我以后怎么跟你们相处啊 可不可以考虑下我的感受 还有延朗 以后大人的事你少管 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知道吗 您瞧 最近 发生了太多的事 我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毕竟 因为苏启曾经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好 没事吧 秦梦 我知道 你是个很好的人 我坐在 对颜老友好 一直都很照顾我 可是你真正喜欢那个人 不是我 苏启 听我跟你说 你这样发生我很没难的你知道吗 苏启啊 你等等 是不是这家 你听我跟你说啊 苏启 我告诉你林翘在哪儿 不是让你来找他的 你这样我会很为难的你知道吗 跟你无关 你别怪我没警告你啊 你越这样 林翘更加不会打理你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我们就于死往过吧 你真是我亲姐姐爱你 苏启 林总 苏启 你什么意思啊 苏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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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你告诉我 你是用了什么手腕 把这些男人弄得晕头拽下 苏启 怎么了 你 你先别激动 苏启 我出去看完 之后 可怕 你对不起 你 是 什么 这 是 真的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先不上去了 今天很抱歉 晚饭搞成这样 林乔 我有点害怕 你怕什么 你说 苏启会不会又做啥事啊 宋总 你放心 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而且 谁都别想阻止我追到的 秦伯叔叔 你一点也不着急吗 我不想让你妈为难 明白吗 你可这话我就明白了 你去看看苏启吧 我还是有点担心 那我就先回去了 叶娜 走了 回家了 秦伯叔叔 走了 快回家了 嗯 这段时间 麻烦你照顾好颜总 三天之后 是颜颂的生日 好 苏小姐 又是你啊 你烦不烦呀欧阳头 哦 欧阳头是这儿 你这样有用吗 我不要你滚 你这么做只会把林乔 推向严送的身边 而且你也知道 林乔从来就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你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也没办法帮你 那您说我败最快卖 Jeff 林总 我让你去找林乔 找到了没有啊 还没有 好 林总 你先下去吧 这两天 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啊 非常好 钱是跟朋友借的吧 这点您不用操心 不需要我操心 你在外面追女孩子 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别忘了 你还是姓林 你还是林家的人 你在外面做的一切 都有人关注 这天你尽可放心 我追颜颂 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追求生 跟林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用的也都是我自己赚来的钱 还有 您不是已经把我的卡已经冻结了吗 不过你放心 我可以养得活我自己 你说得理直气壮的吗 一个人自己养过自己是很简单 一个人自己养过自己是很简单 在外面追女孩子也不是一件难事 怎么 我听说你买了个房子 你找人查我呀 你这么大动作 我想不关注都难 等等 我帮你算算啊 你一个外科医生 能有多少钱呢 如果你不用家里的钱 我的钱都是跟朋友借的 我没有用过林家一毛钱 对 你说的都对 可是你别忘了 借给你钱的人 一定知道你林家大少爷的身份 不是吗 在外人眼里 这不过是 我们家里闹闹别扭而已 把钱借给你有百利而无遗憾 如果是我 我也愿意把钱借给你 你怎么能说 这和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不是所有人 都跟你一样这么计较钱的 我只想告诉你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 尤其是你身边的那些人 包括那个女人 这些道理 你从小就应该懂的 你今天叫我回来 你应该不光是问我 买房子的事吗 这不像您的风格 我找人查过言诵了 没什么特别的 我只是觉得 应该了解一下 您这样做太过分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婚姻和恋爱是不一样的 我不会阻止你谈恋爱 等你累了 腻了 我到时候 会告诉你婚姻的问题 我已经做出让步了 不要再来把住了 为了住吧 我下来 优优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